珠海透水至14名工人全部遇难 该如何防范透水事故 7月15日凌晨3点多 珠海市隧道施工项目发生透水事故 14名施工人员被困 7月22日中午 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发现并确认最后一名遇难者 至此14名被困人员已经全部找到并确认遇难 什么是透水事故 它的危害有多大 应该如何防范透水事故 明知隧道上方就是水库 为何还要开挖 最近一段时间河南郑州连续降雨导致突发洪水 给河南民众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令全国人民揪心不已 而发生洪水的前几日 广东珠海发生了一起透水事故 导致14名施工人员遇难 什么是透水事故 透水事故有哪些危害 透水又称突水 突涌水 是指在矿井隧道等地下建设工作进行时 由于施工不大或防治措施不到位等原因 造成的地表水或地下水通过裂缝 断层涌入工作场所 透水事故是地下建设最严重的事故类型之一 当涌进来的水量超过正常排水的能力时 就会给工程进度和施工人员造成影响 轻微的透水事故会影响采掘工作的正常进行 例如隧道中常有积水 工作环境恶化 还会影响机电设备的使用寿命 此时就需要增大隧道内的排水系统的排水量 严重的透水事故就会在隧道产生巨大的水灾 不仅会影响施工人员的工作 还有可能给施工人员造成生命危险 并带来财产损失 就像这次珠海的透水事故 不过针对珠海这件事情 有人发现 该隧道上方就是水库 为何还要下方开挖呢 其实水库呢 并不影响隧道和矿井的挖掘工作 我国有十分丰富的开凿隧动经验 全长12.3公里的新华隧动 就是在水库下方开凿出来的 不仅如此 我国还在黄河底下挖通了隧道 这说明 在水库下方开挖隧动 并不是发生透水事故的原因 这次珠海透水事故的原因 确实是个意外 主要是近期各地区的降水量增多 导致附近水库的储水量增加 水位上升 对地质判断失误 才发生了这次透水事故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透水事故呢 1.充分调查施工环境 设计合理的排水系统 施工前 我们应该充分调查当地的地形地貌 并对气候条件进行测定 了解该地的不同降水强度下地下水和地表水的魔术 并分析地下水和降水量的渗补条件和范围 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施工要求 设计安全合理可靠的排水系统 保证隧道能有足够的自排能力 给施工人员一个安全可靠的工作环境 2.定期对防止水工程进行排查评估 工作人员应该定期对隧道的施工任务进行规划 掌握周边挖掘工作的进度和详细的动态情况 对周边的积水地表水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每个施工阶段 工作人员都应该对隧道中的防止水设施进行检查 一旦发现不安全的因素 应该立即停止施工 对其进行整改后再继续 另外呢 我们还应该定期对沟渠中的淤泥进行清理 防止排水系统堵塞不顺畅而造成悲剧 3.加强施工人员防治水知识培训 不少施工人员的文化程度不高 虽然懂技术 但在安全意识方面还有所欠缺 所以工程承包商们 应该定期给施工人员们 进行防止水知识的培训 例如不定期开展安全知识讲座 分发员工安全手册 并让领导不定期对施工人员们 进行安全知识抽查 让他们将安全知识 记在脑子里刻进骨子里 这样的意外真的太令人心痛了 14名施工人员背后 至少有14个家庭需要承受 失去亲人的悲痛 如今意外已经发生 我们只能愿侍者安息 愿家属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 我们能做的 就是在以后的施工中 避免这样的意外发生 希望各地的施工队都重视起来吧